没等左转灯亮起 旧车直接高速 转弯下一秒直行的双载机车 来不及减速 与旧车梦撞正轴 机车零件炸开四散 骑士和乘客连人带车 当场喷飞20公尺外 倒地重伤 动弹不得 塞哥加油 加油加油 说话说话 躺地喷血 艺人快要失去意识 目击民众见状 立刻上前关心 加油喊话 希望帮忙保持清醒 有需要帮你们打电话吗 家人或是什么 有需要吗 加油加油 塞哥 说话说话 民众全力救助 但造势的零星驾驶 却从头到尾呆站一旁 甚至一度叫计程车 要逃离现场 民众见状立刻大喊 造势者才被警方拦阻下来 22号凌晨三点多 桃园中正路南平路口 发生这起契机车 想撞车祸 左转抢快 加上现场施工 挡住视线 酿成意外 两名驾驶人 酒测职均为零 后续造势责任 由警方离清中 抢快酿祸还想逃 采免酿成二度伤害 记者刘志展 中成梁洪玉兰 桃园报道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 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 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您锁定 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